中國大型國企 在8月12日相繼宣布 其ADR 美國全托憑症 將從紐約證交所下市 日本認為事件與中美審計監管談判有關 有分析認為另有引擎 中國人壽、中國石油、中石化、 中國女業、上海石化等大型國企 8月12日 12日相繼宣布 將其ADR 將從紐約證券交易所下市 其中中國人受的公告稱 最後一個交易日 可能不會遲過9月1日 有關退市聲明中 沒有直接提及中美審計爭端 或中美在台灣 安全、技術和人權方面的緊張關係 但提到了他們的股票在紐約的交易量較低 這些公司都會將繼續在香港 和中國內地市場上市 據《財新網》報導 截至8月12日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國企 僅剩中國東行和中國南行 這兩家企業卻未發布退市計劃 曾在武漢銀行系統工作多年的張傑 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 在美國上市籌集的資金 在這些退市的國企整個資金全量佔比確實不大 但美國上市本身對中國具有象徵意義 因為這意味著這些企業被西方認可 而退市對這些公司要在自己的經濟範疇中循環 對發展是不利的 對於從美國退市的國企同時也在香港上市 張傑認為由於中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鎮壓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喪失 由於正值中美審計監管協議草案協商之際 加上有超過百家的中概股 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列入面臨退市風險名單 這5家企業的舉動 引發市場普遍聯想和中美審計監管談判有關 美國2020年底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 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 必須嚴格遵守美國審計標準 否則將無法在美國證券交易所掛牌 長期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外國監管機構 拿到審計底稿的中國企業面臨退市風險 另一次宣布退市的5家企業 今年5月也已經被列入退市風險名單 中共《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 12日則在微博說 這幾家國企的退出涉及中共的國家安全 因為都是中國國家級的戰略企業 不可能將其內部審計事項 完全向美方交出 據英國《金融時報》7月底的報導 中共政府打算根據數據的敏感度 將在美國上市公司劃分為三類 有不敏感數據的 有敏感數據的 和有保密數據的 中方打算給低風險行業的中概股公司 將審計資料提供給美國證券監管部門 並讓這些有敏感數據的公司進行重組 以貼合美方的監管要求 而對於有保密數據的公司則可能要它退市 在美國長期從事審計工作的李恒青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大型國有企業 很有可能就是屬於 所謂有敏感數據的公司 但是它不認為這些公司 包含了涉及國家安全的數據 中國政府真正害怕的是什麼呢? 是害怕這些企業真正的股權信息被曝光 一旦這些東西曝光了 那就是中國那百多個大家族的人的名單都在裡面 他們就好像鑄蟲一樣 已經將這些公司 好像大樹一樣鑄爛了 李恒青說這些紅色大家族 可能還實際擁有這些企業的股份 這些消息是中共政府絕對不允許向外界透露的 而這些紅色家族的人 早已經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吃水滋味 這些國企本身並不想從美國退市 只是迫於美國的監管規定 不得不撤離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廣席教授 謝田在接受看中國採訪的時候也表示 美國SEC要加強監管 但是那些國企背後 都是中共權貴在操控 他們的股份、利益都在裡面 如果在美國完全透明公布出來 會令人知道誰在背後操縱 誰才是真正的擁有者 後面真正的股東是些什麼人 這些消息可能會暴露 中共權貴是如何操控中國經濟的 如何從中國老百姓身上賺錢 所以中共權行利弊 不得不撤出 到香港或者回到國內上市 謝田還指出另一個原因 或者與中共恐懼國際制裁有關 因為俄烏戰爭開始之後 俄羅斯的一些國家資產、資本 包括它的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債券 都受到美國的制裁而凍結 中共在美國紐約、美聯儲地下有金庫 有黃金、大量的美國債券 還有這些國企在美國上市的資金 一旦中共要攻打台灣或者台海局勢有變 美國可能會制裁這些公司 所以中共不得不提前將它們撤回去 五大國企退市的消息上週五傳出之後 社交媒體上有不少人說 這是中共主動與美國金融脫歐 謝田對此評論說 中共顯然不會主動脫歐的 但是它現在是被動脫歐 不得不脫歐 實際上是世界跟中共脫歐 它現在退市等於它失去了 在國際資本市場賺錢的一個機會 它在國際上越來越孤立了 這當然對中共來說 它是不樂意見到不甘心情願做的事 中共當然希望獲得西方的資本、技術 現在等於這個渠道被撤斷了 市政評論員黃友群則認為 中共最高領導人之所以沒有安全感 從理論上來說 是因為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 被他的子孫留下了鬥爭哲學 這個鬥爭哲學 用毛澤東的話來說 就是與天鬥其樂無窮 與地鬥其樂無窮 與人鬥其樂無窮 有敵人要鬥 沒有敵人就要製造敵人和他鬥 中共最高領導人沒有安全感 其他高官也人人自危 今天是座上奔 說不定明天就是街下籌了 今天人類歷史已經走到最後 從地球上剷除共產主義的階段 具體而言 作為全球唯一最大共產主義政黨 中共已經走到中國共產黨亡的最後階段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令海中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既然要記得欣賞 就請接下 我們請教會 歡迎 請教會 發動 訓練 文化 並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